SM跟L 明明就不能怎麼變 沒有啊 太難分辨了 如果講快的話不行 SML 哇 很明顯喔 你看 你站在這個對面我都聽得出來是什麼 哈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ya 超強 現在呢我們來到一個非常陌生的這個 場景 美麗的場景 超強哥的工作室的 這是什麼 你的攝影棚嗎 對啊 我的攝影棚 旁邊就是他的床 那邊也是攝影棚 另外一個頻道的Anonite 對對對 You know 上一次我拍了一個叫做 10分鐘內變台灣人的一支影片 然後迴響 特別大 然後我覺得呢 不夠啊 10分鐘沒有辦法讓你 就是完完全全的變成一個台灣人 你還要再 所以今天我就特地找了一個 正宗的台灣人 WOW 來驗證我講這些準不準確的 因為有一些東西呢 是台灣人自己都不知道的 蛤 因為我上一次放那支影片的時候 他們就 哇 連我這個台灣人都不知道 原來我們是這樣講 等一下 那是哪裡的台灣人 我想知道 我剛來說我是真的不知道 他們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台灣人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什麼意思啊 如果我不懂的話 蛤 首先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 點一個套餐 我要add on一個東西 叫什麼 加點 加點 然後我現在 在區城市 我買了 哇 區城市 你怎麼懂什麼是區城市 不懂耶 誒 所以我們要買一樣東西 我們買一樣東西 那櫃小姐就會這樣 誒 請問要不要 加購 還有還有 加價購 什麼意思 就是 你加這個價錢 就可以拿到另外一個東西 加一個價錢 加價 購買另外一個東西 就加購就好了齁 我也覺得 蠻多餘的 是蠻廢的一個字 加值 就是我們每次去 Top up Top up 你知道嗎 Top up Top up 沒意思啊 就是那個郵郵卡啊 沒有錢了嘛 我們要去Top up 哦 或者我們的電話沒有錢了 我們就會去 reload 可是他們在這裡會講 加值 我們這還有另外一個講法 叫除值 這樣除值跟價值什麼差別 除就是我存在裡面 加就是我 加錢進去 怎麼樣 複雜就在這裡 生活本來就是 很多財多智的啊 OK 我現在要進入一個 非常多財多智 我到現在可能搞不懂的一個東西 你說 婚姻平權嗎 我們要買東西嘛 那我們買東西有很多種地方啊 我們來先從最小的開始講 什麼 賣米嗎 不是 是買東西的地方 我們先從 7 開始 7 他們會叫做 小七 然後這個 小七啊 Family Mart啊 他們這種屬於便利商店 對嗎 但有時候他們不會叫便利商店 他們會叫做 超商 我聽不懂 為什麼 你只要說是便商嘛 便利商店你只要說是便商 為什麼是超商呢 便商聽起來就不好聽嘛 感覺很臭 超商感覺很超級厲害的感覺 可能就是啊 我知道 超級方便 的商店 超便店 所以如果有對手 你幫我去超商買一下你就知道去哪裡 範圍放大一點啊 Supermarket 超市 超市就是像全聯啊 挺好啊那種 對吧 這個很好記啊 就Supermarket 你就翻中文 然後再簡寫 其實是真的好記 但是超商一出來整個就難記了 範圍再放大一點啊 那種 賈樂福 太大了 太 太大了 再小一點 還有竊魚超 是跟那個之間的嗎 想到了那個 小北百貨 對 那個叫什麼 百貨 小北百貨 或者是 五金行 五金行會賣那種 沒有那麼大 那種鍋你知道嗎 你知道五金行跟百貨他們是可以連在一起的嗎 而且是20小時的 欸 有一些 哦 我們再放大一點它 嘉樂福 這個我們叫什麼呢 等一下 嘉樂福他們聽不懂 Coffer Coffer啊 愛買啊 大論發 這些呢叫做 大賣場 大賣場 為什麼不叫做大超市 因為 大賣場 就是比北貨更多嘛 所以他會賣一些拖鞋啊 一點點衣服啊 一點點包包啊 對對對 什麼都有啊 飯手裡也有啊 基本上他有一層就是把 菜市場就全部 移進去 室內菜市場 然後再放大一點囉 Costco 在我的心目中 Costco跟嘉樂福是同一個level 可是Costco是大批大批賣的 對啦 對啦 那就是 量販場 倉儲批發賣 大家不要學 因為我們不會講 這個字 那我們再放大囉 好 你剛剛前面有聽到一個叫百貨 那我們現在進入 百貨公司 你不覺得跟剛剛那個百貨其實 名字上就沒有什麼差別 就都是百貨 對對對 可是百貨公司竟然是 shopping mall的業 啊 其實是可以理解 只是因為前面又有一個百貨 所以就 這兩個地方的level差一點多 真的耶 一個是很 有冷氣 然後放名牌的 還有可能還有 Cinema在樓上 OK 接下來是進入一些比較 日常生活的用資 因為我們在馬來西亞 可能不會真的講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時候呢 就要開始學習啦 好 首先 洗髮精 怎麼了嗎 洗髮精怎麼了 洗髮精 就洗髮精啊 因為我們在文章不講洗髮精 你講什麼 洗頭水 欸 你怎麼知道 啊 我好像聽過 洗頭水 可是它是精啊 我們沒有分那麼細啊 它稠的跟精一樣 這是個液體吧 對不對 對 沐浴乳 身體水 這樣嗎 沐浴乳我們講 洗身體的 太直白了吧 所以我跟朋友來我講 這個洗頭的 洗身體的 這樣嗎 那那個呢 那個 護髮素 呃 弄頭髮順順的 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可能真的會這樣講 但是我們有一個名詞 叫做Cutient 你們應該也會用吧 那不是你們的 那是英國人的 乳 Lotion嘛 Lotion 擦身體的 你們叫什麼 Lotion 保濕的 不可能講保濕 不可能講保濕 弄你皮膚很澀 很澀 你知道乳 就是不只是乳液很多 乳酪啊 乳液 菌 乳 乳酸菌 乳酸菌 很多我都聽不懂耶 就會入亂哦 乳液感覺就是 跟乳酪是差不多 是朋友這樣 屁咧 餅乾 你們台灣人一定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餅乾在我們眼中呢 就是 只可以用在那種 蘇打餅啊 或是一些正方形的 然後裡面夾新的餅乾 但是 啊 連薯片都叫餅乾 怎麼了嗎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一塊 然後 乾乾的東西 餅乾 餅乾是長這個樣 他只可以長這個樣 這個樣 只能長這樣嗎 你確定他只能長這樣 他不能長這樣嗎 不能不能不能 這樣子就叫薯片啊 那這樣咧 這樣子就叫 像 那個可樂果 啊 可樂果 你叫什麼 餅乾 餅乾是Cookie 是在大學咯 他們講 耶有餅乾 然後他們拿出這個出來哦 要不然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這個這個也有東西嘛 好啦是啦 或者會叫零食哦 要什麼都可以 就不會叫它餅乾 還有你們來這裡 我們買衣服的時候 我們會要試衣服嘛 請問這個有 S size嗎 你要講S哦 M M size M L咧 L XL XL XXL XXL 通常這種情況應該是發生在這三個字很像的時候 但是 SM跟L 明明就不難分辨 沒有啊 它太難分辨了 欸欸欸 如果講快的話不行 SML SML 哇 很明顯哦 你看 站在這個對面 我都聽得出來是什麼 SML XL 欸不對 講錯了 SML XL 哇 完全 不會搞混 我要什麼碼 人家一定拿對給我 你幹嘛 你幹嘛要吃 很像智障 SML 燙斗 運動 閃錢 零錢 還錢 借錢 吃完東西 我們 欸 還錢呢 付錢 結帳 還錢 對 哦 你欠那個店家錢 我們來學一下台灣一些 形容詞 比較 比較短的 很call 就是很小氣嘛 很夯 很流星 受歡迎 很神 很菜 新手的意思 啊 我想到了 我們會形容這種新手啊 我們用一個很難聽的一個字 叫菜皮疤 為什麼是皮疤 哦 PEOPLE 菜皮疤 很優 很雷 很歐 很滑 很貼 欸這女的很貼 就是很 他很 欸他貼 不是啦 哦不是哦 不是耶 不是哦 那是什麼 應該是講這個男的好貼哦 欸你猜是貼人 不是不是 就是很貼心 你知道你剛剛沒有在解釋嗎 不是啦 這個男的好貼哦 很正 很嫩 有點像很菜吧 也可以 也可以講說這個豆芽很嫩 這個肉質很嫩 很轻 啊 有沒有 什麼意思 很操作 對 堅持住 很勉強 啊 對對對 我跟你講我這個禮拜要生三支片出來 好轻哦 很轻 笨笨狂狂 哦 對對對 做一些很扯的事情 哦 但是他是很扯到很笨 等一下 很扯也是一個 他有一個很瞎 哦 哦 是很傻眼 對 讓我都瞎了 我都不敢直視了 太瞎了吧 感謝我們超強來教會我們這一些 難懂的東西 好啦 那麼前一篇就這裡啦 如果喜歡的話就喜歡 按讚別的按鈕 記得按鈕 記得按鈕 不要忘記追蹤 超強第一月 FB 訂閱超強系列 歡迎追蹤我們兩個的IG 還不要忘記追蹤我們兩個TikTok 還有TikTok TikTok TikTok 我們下一次就見囉 掰掰 掰掰